2012台东活水节龙洲锦标赛 6月23号上午的比赛中 由台东县警察局出战巴拉雅拜飞龙队 陷阱局奋力往前滑 拉开对手将近两个船身 直奔终点取得二连胜 但是对手巴拉雅拜飞龙队快滑到终点时 龙洲的船头竟然慢慢地沉入水底 加油加油 比赛最后巴拉雅拜选手弃船游回岸上 工作人员将绿色龙洲拖往龙洲码头 经过工作人员检查 这艘龙洲可能在搬运过程中 磨损船底产生了破洞 感觉后面 我是在最后一讲 感觉很像在石城楼 有点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沉下去 没有 只有潜水没有沉船过 我们沉船了 沉船 我们可以沉水艇 我非常感谢我的爸爸 我们要沉船了 这次的龙洲船 有破洞 我要抗议 我要感谢我爸爸 刚沉船的时候 我一直发现我们越滑越像德国沉水艇 我们到后面真的变站着滑了 这滑了那么多年龙洲第一次沉船 现在那个船现在也拉不上来 谢谢 再来就要感谢我们的父母 大家的父母 谢谢 目前龙洲将进行修补工作 预计24日又可以回到比赛现场 黄青海采访摄影